这个还是和肺癌的分期是有关系的 那么不同肺癌分期的患者来说 他的生存期是不一样的 如果是早期的患者来说 他的五年生存期甚至可以达到了46% 而对于晚期患者来说 对于二期患者来说 他的五年生存期只有23%左右 而对于三期的患者来说 他的五年生存期只有8%左右 而对于四期的患者来说 他的五年生存期只有1.6%左右 而小细胞肺癌 他这种肿瘤恶性程度高 予于转移 那么他的中卫生存期 对于广泛期的小细胞肺癌来说 中卫生存期是10到12个月 而局限期的小细胞肺癌的中卫生存期 是18到24个月 如果经过规范的治疗 而且患者对于这种治疗方式